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消防员呛瞎 他们说已经死了这么多人了 还要来阻挡吗 我们都要一起来讨论 问家来宾第一位是 立法委员郑立文 大家好 立法委员洪梦凯 大家好 前立委李胜峰 主任好 大家好 以及前立委孙大千 大家好 郭喜现在警咬说 蓝营有泄漏国造浅件的机密 可是关键的录音档曝了光 里面郭喜告诉了韩国顾问说 第二条浅件 明年就要开始 而且明天要开始找TA 而第二到第八艘的预算 都已经好了 所以说你们找个团队 可以一直做下去 为什么我们浅件的进度 连预算有没有编好 郭喜都一清二楚呢 郭喜凭什么可以决定 后续的浅件要交给谁来做呢 那如果郭喜告诉韩国顾问的讯息 都是真的 这算不算是泄密呢 如果他是吹牛好了 那为什么一个卷入 拉法业丑闻 臭名在外的军火商 黄树光却给他盖有关印的文件 聘他当海军顾问 让他在外头可以招摇撞骗吗 难道政府都不用管不用办吗 李文 是的 他们本来是想要栽赃 想要带风向 可是现在呢 却把这个火烧到了自己的身上 虽然呢 郭喜说黄树光叫他闭嘴 不要再讲了 问题是说 现在呢 已经让全台湾人都看见了 这中间有非常多 不可告人的猫腻吗 一个如此重大最高国家机密 有关于我们国家安全的军事设备 潜见国造 何其的重大 为什么负责的我们的黄鼠光将军 要透过一个切身不明啊 整个的地位定位都非常模糊 很奇怪的一个 他是白手套吗 还是摆明了 根本就是个军火前客呢 而他的出身的确就是一个 充满争议的军火前客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就可以看到了 好 这呢 就是这一次潜见国造的负责人 黄树光 那黄树光呢 他就特别找来了 他非常熟悉的郭喜 但是郭喜呢 曾经在拉法夜案呢 他也是当事人被告啊 其实 这整个的拉法夜案的过程 包括尹清风的密案 至今仍旧是一团迷雾啊 也不能够说 已经完全百分之百的真相大白了 对于像这样子高度争议的人 为什么黄树光偏偏就选中了他 觉得他是最适合的人选 并且聘他为海军顾问 那这也是一个很奇怪的职位 并非在编制内却可以直达天厅啊 那莫非郭喜透过这个海军顾问的角色 他就可以摸清了解所有潜见国造的第一手机密资料吗 那这有没有违反相关的规定呢 为什么要透过一个体制外的人 由他开始去到处招揽 甚至于来找潜见国造 要找哪个海外的厂商来合作 好 一开始呢 你看 他呢 就去找了这个 就是第一艘的GL 现在又曝光说呢 他想要找韩国的这个公司 那找这个韩国的公司呢 他呢 后来破局又挖角 韩国公司里面的这三位呢 想要挖角出来 自己成立一个公司 结果也破局了 那么郭喜呢 他还事先呢 他前几天呢 他还曾经扬言说啊 黄树光准备要接国防部长了 哇 哇 不得了啊 原来黄树光接了这个重要的潜见国造的召集人之后 就要堂堂的登上整个军事上面最重要的第一把交椅 国防部长了吗 那因为是郭喜爆料的啊 大家也不敢知道他的真假是如何 而且呢 他还爆了第二个大的料就是呢 后续啊 潜见还会再造八艘啊 哎呦 黄树光说三艘就自己还出来道歉说 大家误会了啦 我是说两艘舊的啦 新的只有一艘啊 连这个都还要澄清啊 没有想到郭喜就说 哎呀 意思是黄树光太客气了啦 我们后面还要再造八艘啊 那这是非常庞大的商机咯 那么包工他现在又向中了韩国的公司 为什么郭喜这么清楚呢 连黄树光会不会接国防部长 还有后续会不会再造潜见 然后造几艘 而且呢 他通通掌握的清楚 而且是由他去找合作的公司 这不是非常奇怪吗 好 现在新的录音档又曝光了 说郭喜说啊 他第一艘找的直布骆驼的这个GL公司呢 哎 也是他牵的线哦 他说他不希望他再回来了 还说他是诈骗集团 哎呦 那如果第一艘找的合作单位 居然是一个诈骗集团 那这个事情很大条耶 怎么不查呀 就好像这中间如果有立委泄密 有来承染的厂商承染不承之后 就把资料拿去送给北京 那这些不是通通都应该要大大的查办 查到底吗 结果呢 哎 放话放一放之后 就想要不了了之 然后郭喜还说 他牵线找来的GL是个诈骗集团 那我们第一艘船找了诈骗集团 是怎么回事呢 他说啊 第二艘船明年那就要开始找TA了 第二艘到第八艘的预算都编好了 哇塞 我们是另外还有一个影子政府吗 哈 预算都编好了 我们都不晓得啊 他说所以呢 你还要再找一个好的团队 可以一直做下去 好 所以这句 这一段录音就是郭喜 他呢 以负责帮我们国造的潜见 找合作厂商 以负责人之资 然后呢 说我之前找了这个GL 不行啦 根本就是诈骗集团 所以我现在找新的 而且新的呢 哦呦呦二到八艘哦 所以呢我们要一直造下去 不得了啊 那他这样算不算泄密呢 哈 好我们看到郭正亮的评论说 台湾没有做过巡洋舰驱逐舰 一下子就要跳到做难度最高的潜舰 好这个招标的过程 厂商强很凶啊 因为利益实在是很庞大 而且做得出来做不出来 好像也不是很关键 他说现在已经花了三千亿啦 后续维修的费用更是大的惊人 够大了吧 够大的一条一块肥肉了吧 当初呢有六家厂商来竞争 最后就是我们刚刚讲的GL 这个直步骆驼的七人公司得标 一个设在非常尴尬的一个地方 叫直步骆驼 而且只有七人的公司 对你不要怀疑啦 只要是跟我们国家安全有关的疫苗啦 鸡蛋啦 潜贱啦 一定是小公司得标 一定是你没有听过的小公司得标 过去呢在这方面呢 也没有什么惊人或者是专业的历史跟记录 永远就是这些很奇怪的公司得标 前海军舰长也看不下去 说这个涉及直步骆驼的GL 直步骆驼是英属直步骆驼 所以它并不是一个 大家所理解的一个正常的国家 好 他们宣称啊 正在为台湾设计新的柴油潜艇 输出许可恐怕无效 就是因为它的国家地位的关系 所以他们没有国家级的管制单位 他没有办法有一个合法的输出许可 那为什么还找这样子的公司来合作呢 而且这个公司还大辣辣的宣传 他就是因为他们才七个人嘛 拿到了一个这么大的工程 就要招揽新的开始招揽员工 招揽员工的时候呢 就跟全世界人说 我们正在帮台湾设计新柴油潜艇 不就全部全世界都知道了吗 可以这样吗 这不是太离谱 这是比半家加九还扯吧 好 所以呢 海军舰长说 猫腻就在于说 郭喜 他被海军司令部聘任为顾问 刚不就讲了吗 被海军聘为顾问 他呀 淘汰了其他六家的竞标商 然后呢 这个直部罗驼 根本没有有效的输出许可 却取得了台船六亿的合约 看到没有 这个就是被郭喜 现在称为是诈骗集团的GL 当时也是他们帮他 照这位舰长讲 护航把其他六家给排除了 然后让他从一个很奇怪的直部罗驼 才七人的小公司可以得标 甚至于还有人爆料 说这个七人的小公司里面 你去看看他的组成 跟黄树光跟郭喜 都脱不了很亲密的关系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这莫非是黄树光 叫郭喜闭嘴的原因吗 你把帮帮忙啊 你现在火烧到自己身上来了啊 黄树光 郭喜 想要趁这个时候 再转移焦点 恐怕已经太慢了 你既然把这个潘朵拉的盒子 都掀开了 统统查清楚 有没有泄密的厂商 有没有泄密的立委 重点是 有没有你们这些人 负责浅见国造的 那你们有没有泄密呢 你们在发包的时候 这中间有没有猫腻 有没有人谋不脏 郭喜是哪位 他凭什么把我们 最重要的浅见国造 由他一个人就可以来负责 凭什么 黄树光难道不用说清楚 讲明白吗 不要躲起来 好 郭喜一口咬定说 就是马文君泄漏国造潜见的资料 而民进党也群起围攻 但是郭正亮就说了 其实呢过去 郭正亮他自己也参加过 所谓的机密会议啊 不能够抄写 也不能够带手机 到底应该怎么才有办法泄密呢 反而是王定宇委员 经常在脸书上泄密啊 因为呢像是啊 这个很多时候 他跑去一些地方参访等等 他都打卡了 让军方抱怨真的很多次啊 陈宇信就说了 先前其实啊 立委们曾经有到法国去机密考察 为了维护啊 这个机密信呢 当时连立法院的考察记录 都避免提到他们到底去了哪里 结果王定宇委员大辣辣 当成了官瓜考察团嘛 一路打卡 暴露自己在法国的行程 甚至是还主动泄露说 哦 我考察了一个法国东部的基地 可是很尴尬的是 整个法国东部其实只有一个空军基地 那不就是全世界都知道你在哪里了吗 所以当时台法军方人全都看傻了眼 那么陈宇信委员也指出啊 说违反国家机密保护法 是可以关七年的重罪哦 那王定宇委员如果有涉嫌泄密的话 怎么已经过了五年了还没有被查办呢 沈丰老师 不会被查办 只要民进党还在 王定宇怎么会被查办呢 王定宇可是民进党在做认知作战 最终要一张敢胡说八道 敢鬼扯 敢说的不算数的吹牛的大喇叭 那把他查办了以后 那谁还敢当大喇叭 王定宇最大的特点就是 在特定的几个频道上 天天去吹天天去吃 你只要把他几年前讲过的 今天对照一下 就有一个特点 他收的都是抽 他收的都没有发生 对吧 中共没有垮 中共的解放金也没有垮 台湾的这个军队 也没有从此站起来 那这不是以前他说的 讲起来我们的灰弹都神了 讲起来我们的武器都神了 讲什么 那神到哪里去啊 都鬼扯 所以不可以办 办了又就没有人敢鬼扯了 所以他留着 所以民进党是有用的 选举就要像把类似这样的人 要给他扯下来 第二个呢 这个题目你们可以比较 可能骗税化的来回应几件事 第一个 请不要忘记 直播头公司街头这一家呢 是六亿啊 那六亿做什么 六亿浅见啊 连个皮啊都不够啊 那做什么 设计 那设计为什么是这样 七个人的目的 设计在哪里 因为设计之后才绑标 从此以后所有的林配件 都要按照这个标 按照这个设计 所以这个设计不能随便找给别人啊 那要自己人啊 要自己人才可以啊 然后呢 设计好了之后这个标 那只有这一家油 这个东西只有这个油 那这个 整个的上架齐手 谁要懂得台湾工程 工程花包的人 我这样一讲应该都听得懂 所以不要看六亿 也不要看七亿人 因为 只有这种工资 才会是自己人 你不信 那你去找 找荷兰 做我们海 海湖那个怎么样 做我们海事海湖的 你看 人家会不会真理解自己人 不会嘛 再过来 这一次我们的浅舰 有一件大家都 不太愿意曝露 我们应该把它讲明的事情 真的 你知道我们浅舰 这八国年金呢 是两光集团 两光的 这里面呢 深圳市内长 做这个传统浅舰 有地位的几个 现在所有进来的团里面 除了韩国以外 通通在浅舰的制造过程 都出过问题的 其中有一家 是当时浅舰 工程师设计 少计算了 将近几公尺的样子 结果那个船 沉着下去 要浮起来很辛苦 因为空间不够 所以最后怎么办 起来以后 重新割开 再重新做 这种也是我们合作的 这里面呢 西班牙 意大利 奥地利 你去看看他们 做浅舰的历史 通通都有出问题的 我真的很担心 潜下去就不困难 这浮不浮得起来 才是麻烦的事情 OK 那为什么我要特别这样讲 因为 我们在做浅舰 包括那一天的下水典礼 我们是在认知作战 可是解放军是认真作战 人家是认真地准备 打一场的 我们是认真地准备 宣传一场的 我们用宣传杖来对抗炮弹 认真作战跟认知作战 我的天啊 不是吗 那一天不是标准的 最后呢 我们来看看 马文君 马文君才是民进党国防单位的痛点 我想所有的立法院的朋友 一定都可以同意一件事 马文君几次所提出来 有关国防部的弊案 每一件事情证明都是真的 从来没有跳过针 只要一直生出来了 从开始的火论到最后的承认 也就是说 马文君应该有获得了 在国防单位里面 有神火龙 看不下去了 所以愿意资料提供给他 或者凭什么 我们是拿不到的 包括你参加国防委员会 你能看得到的比你看不到的多得很 大部分是你看不到 那只要讲两个字叫秘密 有没有 你就什么都不要提了 我再讲一个过去的 一个小插机给各位听 这在两讲的时代里面 有人就说情报局 都是什么样子 贪污舞弊 什么 监察案就决定要去调查 那么呢 这个情报局长 他当时的回应就很简单 当然欢迎调查 这些都是 所有的记录都在这里 一捆一捆 都轰好的 你只要把它打开 就可以看到了 那些监察委员看完就回家了 不敢打开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我既然轰好 打开了只有谁看过 我看过 以后赦密是谁赦密 当然是我赦密 国防的机密就是这样 把大家给绑得死死的 因为你看了 你知道吗 他也知道啊 问题到时候扯不清是谁赦密啊 所以 这一次很可恶的地方啊 就马文青过去的几个的特色是 他所报的都是正确的 所以这个时候他们想 这期把马文青怎么样子 干掉 请大家不要 民进党这一次的重点 是想干掉马文青在 过去的国防弊案里面 手推出来的每一个弊案 都是 都有实名实际的 所以借这个机会 用个稀有的人说哎呀 有人把我们的机料送给中共 全世界的反应都最后一件事情 那你早知道你为什么不挤爆呢 啊 怎么过了一件事就这样放嘴巴 说到嘴巴是全坡有没有 摸到家里整个都搁搁搁垃圾里落 就是这样子嘛 所以我们今天来看 王定宇跟马文青是一个最好的对比 马文青是一个尽责的立法委员 然后把国防里面一些见不得人的事 而且应该让国人知道的是 他一一的曝光 结果被我们政治都是真 因此他们极力要把他打压掉 至于另外那一个宝贝 天天就是当民进党的奉上逃 而且还喜欢作秀 还秀到租皇子还会租到好多对象 对吗 等等 八千八千 对吧 租皇子 别人都租不到 他有本事租啊 哇 人人带乌租啊 那真是合赚啊 那这一个他怎么可以呢 虽然陈宇静挤正立立 有没有用 没有用啦 不会干的啦 为什么 因为这一个喇叭要保护 因为这是认知作战的重要祭典 所以他们去认知作战 别忘了 人家是认真要作战 法务部长蔡清祥说 上个礼拜检调有看到了 这个报纸上面有潜见线面的报导 所以他们现在要以外患罪为方向 来着手调查 但是马文君跳出来 打脸了蔡清祥部长 因为马文君委员说 其实早在去年 他就接获了爆料 因此在去年的1月11号 他自己具名行文给了调查局 要求应该要立案来调查 结果到现在竟然没有任何的下文 因此马文君就狂酸 蔡清祥你是不是贵人多忘事啊 还是芒果干要留到适当的时机 才比较好拿出来卖呢 好 如果政府要来查办外患罪 那请问郭喜把机密资讯透露给外国人 还要合组公司来搞钱 他自己说的嘛 这不用查办吗 那王定宇把机密考察当成是旅行团 一路来打卡 难道也不用办他的泄密罪 还是外患罪吗 孟凯怎么看 是啊 我们常常讲一句话 不怕神对手 只怕猪队友 什么样的猪队友 就如果说我们自己明明就是很机密的 不管国防 不管外交 这样子的机密考察 你直接泄露 而且大辣辣在你的脸书上面告诉大家 你只差没有去广播电台告诉大家 讲说我现在要去哪个地方考察 这样子的一个猪队友 我们真的觉得合适吗 尤其如果说这种猪队友 居然还是执政党的委员 居然还是国防委员会的招委 我觉得真的是让大家觉得说 啼笑皆非 今天陈以兴委员 他就再一次的去把过去 曾经王定云委员 他的这个脸书打卡记录就拿出来 并且讲是说这个对 没有错 他说现在王定云委员曾经讲 他现在就要前往到 法国的东部的一个基地 来去做考察 那法国东部军事基地考察 我们就知道台法之间最重要是什么 就是幻象两千 而法国东部就是只有一个 这个航空空军的基地嘛 所以换言之你这样子一对照起来 内航看门道啊 马上大家就已经知道说你要去哪里了 所以说如果说直接就是由执政党委员告诉 大辣辣在脸书上面写出来的话 那这样子不就是直接告诉大家 我们的底牌在哪里吗 或说我们的行程在哪里吗 所以说真的是非常莫名其妙的事情 我认为说这样的一个不管是外患罪 不管是任何的犯罪事实该不该查 当然该查 而且应该要查到底 应该要严格法办 但重点在于是马文军委员今天就告诉检调 今天就告诉这个社会大众 他其实在去年2022年的11月11号 就已经据名检举是说有相关的市政 他认为说这是知识体大非常严重 也因此要求检调应该要着手调查 从2022年到现在2023年的10月 整整一年十个月过去了 有查吗 有办吗 在哪里 完全没有任何的消息 完全没有任何的动作 而现在因为上个礼拜 所谓的黄曙光先讲了抛出一个 有人要赚银头小利 接着一个一个一个 完全没有去讲这个姓名 可是故意这样子引设的方式 就是想要围绕的 好像有人真的在叛国 而只见指的是谁 见指的就是我们马文军委员 我觉得这完全是大可不必 因为影射的力量最强大 你们是不是故意用这样影射的方式 而最后是郭喜跳出来 去指控马文军 但其他公家公务机关的 这些人员很聪明 他们就不讲马文军三个字 所以说你看黄曙光讲的是说 由某委员赚银头小利 之后媒体再去问黄曙光的时候 黄曙光怎么回答 黄曙光回答是说 我不知道啊 你们自己去猜啊 不是啊 火是你放的 你一开始你先跟大家讲 不然大家也不会去关注 这样的一个事情啊 那这样子重点在哪里 重点就在于是说 是不是如同我们刚 这个主持人问的问题一样 就是芒果干 就是芒果干 要现在留到选前三个多月的时候 距离民人大选只剩100天左右 100天的时间刚好就是来吵弄 因为这一年没有办法 民进党政府没有在 没有办法在玩抗中保台牌嘛 那就只能是不是就是用 卖国牌用芒果班牌 来去影射 来去故意不识指控 而我们要说 如果说真的有事实 严格查办 但是你不要故意拖过 这样的一个选举时间 到最后即便选举过 即便选完了 然后之后才来结果是说 查无不法谢谢指教 那选举结果已经出来了 你伤害有可能已经造成了 最后我们必须要讲 在现在的一个检调 或是司法的一个机构里面 是不是真的有选择性办案 我们还是再次强调 犯法是绝对不能做 如同这个礼拜突然间 拎北好游也被传出来是说 他有自导自演的一个状况 但是检调马上就可以火速争败 那我们要问 一样是境外IP 上礼拜王宏委员也贴出来 也实质告诉大家 他的脸书上面 被人家贴了枪支的照片 被人家贴了子弹的照片 也被恐吓 那时候不管是检调 不管是相关的执法单位 就推给四个字 说凶手叫做境外IP 我一开始还以为 他姓境名外你知道吗 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如果说拎北好游 是可以查得到的 那应该任何一个都可以查得到 我们要求树发部NCC 要求相关的部会 都应该要彻底的 把这些凶手给揪出来 好 今天郭喜有第二段的录音档 曝了光 郭喜告诉韩吉顾问说 德标潜见设计技术顾问的GL公司 是一个诈骗集团 他不希望GL再回来了 被质疑潜见建造后续的钱 是不是就是郭喜自己想要赚呢 好 郭喜还说 黄树光找人要他不要再讲了 这不就代表黄树光找来了一个 这个臭名远播的军火商之后 现在已经根本没有办法控制住他的嘴了吗 而黄树光自己放了这把火 说这个潜见有人泄密 可是却不把话给说完 就连邱国正在立法院都说 他自己从来没听说过泄密这件事 那黄树光再不出来把话给讲清楚 每天任由一个知道这么多机密的人 到处在外面放炮 到最后会不会反噬黄树光 甚至是搞砸了我们的潜见国造案呢 大前委员 如果照郭喜告诉韩吉顾问这一段话 他说这个GL就是一个诈骗集团 那么我觉得检调单位 现在应该要办的不是泄密 现在应该要办的是图利 就是现在应该要办的是 有没有官商勾结 现在应该要办的是 当时是怎么得标的 他有没有绑标 有没有围标 有没有军方的人士护航 这才是关键问题吧 是谁骗了我们中华民国几亿员 如果今天这是一个诈骗集团 也难怪民进党这艘船不敢下水 这个潜见到现在到底下水测试过了没有 那么如果今天是一个诈骗集团 来承包我们的第一艘的潜见国造 那这艘潜见我们敢让它下水吗 我们敢把官兵放在里头吗 大家别忘了是诈骗集团 一个诈骗集团做的潜见 这具备有战力吗 就像刚才圣丰哥说的 这就是认知作战的道具而已 它并不是认真作战的潜见 这是两件事情 那么郭喜这个人的身份 本来就很奇怪 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当大家在全面讨论 这个潜见国造中间的 相关的疑点的时候 就有越来越多的疑点 被大家挖出来 一个疑点接着一个疑点 所以你就不难让大家质疑说 民进党现在刻意的要把这个风向 转到泄密 是不是为了避免大家去追查一下 这个潜见国造整个过程的真相 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有太多的问题了 第一个问题是 为什么找郭喜呢 郭喜他曾经设入拉法业案 这个拉法业的这个案子 让他在二十几年前提早退伍了 那么但是因为郭喜 你找了郭喜之后呢 而且你不但找了他 你还让他做了海军总部的顾问 那么大家如果去看一下 这个郭喜海军总部顾问的那张名片 就会发现 他那张名片是有玄机的 他那张名片代表的是 他是海军这个总部司令的顾问 他不是海军总部的顾问 因为他的分级号码是直接连到 海军总部司令的这个办公室去的 只要在军方的人一看到那个分级号码 就知道这代表什么意思了 那么为什么这个海军总部要请郭喜 去担任这么重要的角色 而且大家不要忘了郭喜还是这个厂商 就我们现在明明是这个政府部门 发包给厂商 郭喜所有的亲朋好友 大概都担任了所谓新华河公司 各式各样的角色跟职位 而新华河公司就是GL在台湾的代理商 那么海军总部不可能不知道这件事情 他们原本可能希望借由郭喜当白手套 去海外找一批好手 或者去找一些 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公司愿意来帮台湾来建造潜舰 可是你怎么可能去把郭喜这个角色 同时又变成你海军总部的顾问呢 所以这完全是这个球员兼裁判的做法 那么到底这艘潜舰服不符合标准 到底这艘潜舰的这个制作团队中间有没有问题 当你郭喜是海军总部的顾问的时候 谁敢质疑啊 所以如果今天GL是诈骗集团 郭喜要负最大的责任 人是你找来的 人是你找来的 然后这个潜舰也建完了 你如果知道他是一个诈骗集团 那么这个中间过程当中你怎么都不讲啊 你怎么都不反应呢 那当时是怎么去找这群人的 那更不要提大家刚才所提到的 他在英属植布罗陀 他是英国的殖民地 他只有3.1万人 他的居民就这么多 大家相信这样的一个英属植布罗陀 可以有这个建造潜舰的能力吗 他有建造潜舰的经验吗 他有建造潜舰的相关的这些设施吗 他曾经建造过潜舰吗 那如果都没有 那么这家公司到底凭什么来承包我们的工程 而且更不要提到说 到现在你连输出许可都拿不出来 拿不出输出许可 到底我们这张潜舰能不能用啊 这中间有太多太多各式各样的问题了 而这个癥结点 这个关键人物是谁 就是郭喜跟黄曙光啊 就是你们这两个人啊 你们这两个人是最重要的决策者跟执行者 这个时刻与其去咬马文军 不如先出来告诉我们一下 我们这几亿元到底跑去哪里了 到底当时的这个故事是什么 那么为什么这艘潜舰要找一个诈骗集团来建 然后这艘潜舰到底能不能够认真作战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庶民大头家 赖清泽昨天到中山大学和学生们座谈 那么被问到了 民进党有诸多的贪污避案 那有什么解决之道呢 结果赖清泽反问对方说 你有没有具体的事件啊 台下学生立刻开始鼓噪啊 很多人就高喊说疫苗采购 台南光电进口鸡蛋等等 结果没有想到赖清德 不只不告诉学生该怎么来除弊 反而教训起同学们了 质疑之前要先了解报道是否为真实 是否有具体的事件 好了 先不说民进党执政 七年来被百姓质疑 有许多弊端的地方已经不升美举了 那么像是赖清泥接了18个绿电公司的动作 就算没违法 这也已经抵触了社会的认知跟道德底线啊 所以难道现在民进党政府的底线 就是只要没有具体的犯罪证据被挖出来 那就不算贪腐吗 看到赖清德这样子的德性 这种态度 你还敢真的让他当总统吗 当上了总统还得了啊 在选举的时候 对于这一些大家都已经指正利利 而且多数百姓的感受都很深刻的重大弊案 赖清德却说这些都是假消息 都是报道不实 所以只要是民进党犯的错 通通都是假消息 那好啊 那既然是假消息 那台南的88枪应该是假的吧 应该是有人开啤酒开了88次吧 应该是误会一场吧 那你干嘛要切割邱莉莉呢 那不就是台南光电吗 学生不就问你台南光电弊案吗 那如果是这样 你又何必切割皇城国呢 所以你不是为了切割黑金嘛 你是为了切割蔡英戏嘛 你是针对蔡英文的人马而来的咯 那否则你要干嘛切割呢 你干嘛民进党要跟这些人保持距离呢 他还问说哪个具体事件 那我不是讲了吗 88枪不就是具体事件吗 那还有高端的弊案啊 那最后为什么都没有人敢打高端 然后呢我们还要花钱销毁呢 买了高端疫苗 那不是告诉我们会有桥接吗 不用第三次的这个 第三阶段的这个测试吗 结果呢 连两阶段都没有做完 全世界也没有人要承认啊 那不是跟我们讲 高端是全世界最厉害的疫苗吗 那为什么都没有人要买呢 你太多事情了啦 我们节目时间有限啦 过去这些年来 历历在目 我们不要讲你 没有在做行政院长的 就讲你在做行政院长的时候好了啦 你不是在跟我们讲 有干净的煤吗 违反所有人的常识啊 结果大家很认真的去找啊 果然是没有干净的煤啊 找不到啊 赖清德 你还在继续的硬拗吗 好 所以咯 你看 有这个女学生 她到中山大学去嘛 外文系女学生说 绝对的权力带来绝对的腐败 这就是大家所知道的名言啦 所以她说要如何解决民进党的贪污弊案呢 她说哪里有 没有贪污 哪个具体事件 最印象深刻是哪一个 好 通通都没有 哦 那你的爱将被人家性招待 是算不算贪污啊 赖清德 你就完全忘记了吗 后来还当了内政部次长呢 还不止一个呢 然后呢 他们不止贪污 还这么的不卫生 有没有 让我们在这边节目讲都觉得好丢脸哦 怎么有这种官员 你真的是怕大家忘记就对了啦 考考大家是不是很记得 民进党贪污的事件 大家印象都非常深刻啊 好了 下面呢 就是就炸锅了 全身 学生群起鼓噪啊 有啊 台南光电啊 疫苗采购啊 进口鸡蛋啊 还有西瓜市长啊 进口鸡蛋 大家都认为是弊案了嘛 这不是弊案吗 只是你们不查而已啊 只是你们不承认而已嘛 好 赖清德开始教训起学生啊 说这些案子已经进入司法程序 如果没有这些案子 为什么会进入司法程序呢 奇怪了嘞 好 他说啊 要先了解这些案子 是否有具体试证 所以学生要怎么样 当检察官还是当法官吗 媒体报导跟资讯 是不是真实呢 你们不要被外界的声音所引导啊 但是你们的侧翼带风向就可以 就可以对我们做认知作战 好了 另外呢 也有学生就问说 那我们到底要如何来处理 这真的是国安危机啊 就是台湾非常严重的 少子化的问题 好了 我们来看看我们的赖清德说啊 因为台湾少子化 就是多数年轻人选择单身 这不是废话吗 那就是因为年轻人 不愿意生小孩嘛 那所以人家在问你怎么办啊 那你这有回答问题吗 所以咯 那难道现在意思就是说 都是年轻人的错咯 年轻人不结婚 不生小孩咯 那问题是 台湾的年轻人 为什么不结婚不生小孩 不是现在的年轻人才开始 这个事情已经二三十年了 然后你们每一次选总统的人 都再三的保证要跟我们改善 尤其是蔡英文 她当了八年 结果不但没有任何的改善 还越来越恶化 这就是为什么学生要问你这个问题 这是一个重大的国家问题 你连功课都没有做吗 你不是最喜欢乱开支票了吗 那你连开个支票 来哄哄我们的年轻人都不愿意 还教训起年轻人来了 就是因为你们不结婚不生小孩 这种态度 都让他拴到 那看他要怎么这么好 你如果让他拴到 不然你是要怎么 态度一定够出来 现在就这么嚣张了 选上之后还得了 赖清德在座谈会上被学生们问到 要如何处理台湾少子化的问题 还有性别友善职场 赖清德不断强调说 我的政策就是要投资 台湾的下一代跟未来 其实这一题应该非常容易发挥 但没有想到赖清德 他竟然说台湾少子化的原因 就是多数的年轻人选择单身 意思是都是年轻人的错了 先前年轻人抱怨高房价 结果民党说是年轻人选错了地方 房价已经很便宜 已经在下降 所以难道现在少子化 变成了国安问题 赖清德也打算 通通都推给年轻人 都是年轻人的错吗 大前委员 这不是赖清德的一贯手法吗 在面对年轻学子的演讲 被问到问题的时候 要不然他就是问对方 要不然就是想办法 用这个各式各样的方法 把它混过去 现在显然赖清德 还是用同样的方式 他绝对不会扛任何一点责任 也不会向大家表示歉意的 事实上在过去这八年来 台湾的少子化的情况更严重 今年的出生婴儿的人数更少了 那么在民进党执政的 这八年的过程当中 民进党从来没有认真的 想来解决这个 被大家称之为 国安问题的少子化的危机 那么为什么会少子化 刚才立文说过 这是大概一二十年来的一个问题 但是在国民党执政时期 我们曾经很努力的 去试图解决过 把少子化点出来说 他是一个国安危机的人是谁 是马英九总统 所以那个时候国民党执政的时候 正视到了这个问题 那么会有少子化的原因 为什么年轻人选择单身 其实答案很简单 第一个因为低薪 那如果是低薪问题的话 赖兴德应该要回答一下 蔡英文早在好几年前就做梦说 台湾的年轻人 这个基本薪资 可以从三万元起跳 可是现在眼看的蔡英文 都已经要卸任了 他的梦想还是没有实现 我记得当时蔡英文 在有那个做梦的梦想之后 那个时候的行政院副院长 还跳出来帮他算了一笔账 说绝对可以做得到 这个基本薪资 最后一定会到三万元 到现在还是没有三万元 离三万元还有很大一段距离 基本薪资不够 低薪的环境 让台湾的年轻人 根本无力去抚养下一代 那你更不要提到说 接下来的托育的问题 这个民进党过去 也讲了好多年 每一次选举都开了 各式各样的芭蕾票 那到现在托育问题 还是没有解决 那么我相信 这个孟凯在座 就是年轻的爸爸 他最清楚知道托育有多难 当年我们家小朋友 想找一个保姆 找了小孩都已经念完小学了 还是没有找到保姆过 就是这个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所谓的托育 对所有的家长来说 都是很沉重的一个负担 更不要讲说 对于一般的家庭 孩子出生了 托育有问题 接下来念幼稚园 托儿所也有问题 大家打破头 要去念公立托儿所 否则的话 私立托儿所的这个 或者幼稚园的价格 这个学费太过于昂贵了 那么一路上来 包含一个被搞得乱七八糟 千疮百孔的教育体制 到最后孩子的就业 到最后这个孩子的未来 身为一个家长 一定都会思考 台湾眼看着就要打仗了 看起来好像 这个老公已经磨刀祸祸祸 要打过来了 我现在把孩子生下来 是要把他丢在未来的战火 这个蹂躏过的这个城市 或者是土地上长大吗 或者是现在看到的 这个全球暖化的问题 这么严重 我还要让我的下一代 去承受这样的一个 悲惨的命运吗 所以其实年轻人不生孩子 他不是像赖清德所说的 这么简单 说是年轻人的选择而已 年轻人要做这个选择 是很沉痛的 谁不想有下一代 谁不想能够有 这个多子多孙 谁不想能够开枝善业 可是问题是 前提是你要养得起 你要养得活 你要让他们能够 在一个真正幸福的 这个世界里头长大 所以当今天年轻人选择 不生孩子的时候 其实某种程度来说 就是对你政府的一种 无言的抗议 就是表示你做得很烂 你没有办法给大家希望 你没有办法给大家未来 那既然是如此 你现在在那边鬼扯 说你要投资下一代干什么 连这一代都不相信你了 不要再提下一代了 学生们质疑 民进党的执政 有许多的弊案 是绝对的权力 绝对的腐化 结果赖清德要对方 提出具体的证据 问题是过去 大家都质疑疫苗采购 结果合约的资料 是连立委都看不到 超过200万颗进口鸡蛋 下落不明 民众想要知道流向 结果拖到蛋都已经过期 要被销毁 不知道有多少 已经被吃下肚 血产会终于把资料 给交出来了 前海军舰长张静就感叹 有多少罪恶是被绿营 以保护机密 当成理由来掩盖呢 所以号称要开放政府的 赖清德跟年轻人 要证据之前 怎么不自己 先开放一下资料呢 孟凯 怎么好意思啊 什么啦 拜托 赖清德你是受邀 去做演讲的 那是QA时间 QA时间什么意思 是学生问你要答 结果你反而学生问了之后 然后你回答 你回答讲 就是说你讲讲看啊 提提看啊 证据拿出来啊 如果说要这样的话 那执政党也太好做了吧 你执政党会不会 这太脸皮厚不怕 死猪不怕开水烫 就是这个道理啊 如果今天我们来宾 主持人问我们说 孟凯你怎么看 我说那远宇你怎么看 你看我看你 大家就随便看 不是这个样子 你是总统候选人 你是现在的副总统 你是之前的行政院长 你是即将代表执政党 要选总统的总统候选人 照理讲你有最大责任 最多的资讯 全都在你的手中 如果说现在国家做得好 你有过去参与过 但如果说现在国家做不好 或者说年轻人对于 现在国家未来没有方向 没有这个目标 你要负最大的责任 就是这么简单嘛 我们先讲啊 赖金德你也不要忘 你也不要以为国人是健忘的 或者说你也不要觉得说 台湾2350万人 大家都觉得说 被你们这样子内宣 这个洗脑 就可以真的把事情的忘记啊 台南最简单的 光电 炉渣 88枪 议长选举 这一些事件 难道不是每一个都是黑影重重 难道不是每一个事件 大家都觉得说后面真的是 利益水很深吗 而到底现在检调有没有查了 有没有水落石出了 有没有让大家真的是真相大白了 再来 疫情期间 有小吃店可以进口快筛的 有资本50万的 可以进口8000多颗鸡蛋的 而且巴西鸡蛋 8000多万颗鸡蛋的 而且巴西鸡蛋过去 台湾从来没有进口过 突然间今年因为鸡蛋荒的关系 我们就舍尽求远 从巴西进口了8000多万颗鸡蛋 讲清楚了没 也没有啊 5000多万颗到最后是要销毁的 好 疫苗采购永远是盖牌的 所以高端疫苗500万剂的 500万疫苗采购之后 到最后有一半 或是说三分之一 到最后是销毁的 而那个合约给我们立法委员 即便是立法委员看 即便是魏环委员会的 专案调查报告 黑笔涂了满满满 我不知道我还以为说 这个是小学生的涂鸦一样 所以说这些事情 其实都在在证明了 如果没有政党轮替的话 这一些就真的只是被盖牌了 所以其实赖清德去这样子回答 孟臣上我好像也是 也位于这些年轻的朋友 来鼓励他们 你真的要面对 这样子一个讨人业 或是说你真的不想要 变成这样的大人的话 我们就是要2024 1月13号的时候 用选票来政党轮替 那最后真的你讲说 少子化是因为年轻人选择单身 如果这样的话照样文章 就是居住不正义 是因为你年轻人选择不买房 但不要本末倒置 年轻人想买房 但是我买不起 就像年轻人也许 他不是想要单身而已 他也想要结婚 他也想要生子 但是他没有办法 因为有太多的经济 或是生活压力 卡在让他没有办法 不敢去生 或是没有办法去生 所以不要本末倒置 但是我认同一句话 什么话呢 现在如果说你生活痛苦 有可能是过去选择错误啊 所以要选择正确 真的四年一次的总统立委选举 非常重要 我们每一票都是关键 1月13号 就是我们再次选择正确的道路 的一条路了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树名大头家 进口鸡蛋引爆食安 一律市场会 终于把详细的流向资料 交给台北市政府了 这资料就显示 有10家输入业者 有54家下游业者 还流入了13个县市 台北市政府说 他们收到资料之后 立即启动了跨县市的联防查核 问题是 现在这些蛋不是很可能 早已经进入到民众肚子里面吗 还追得到吗 林北好游 他再度发文来爆料了 他说其实巴西蛋的进口价差 高达了500万美金 但现在绿营是完全只聚焦在 他自导自演的恐吓案上 问题是就像柯文哲说的 进口蛋到目前为止 还是没有真相啊 进口蛋到底有没有土力 有没有息产地的争议 这一句自导自演 就可以掩盖所有的一切吗 沈默老师 这个我记得 当时苏贞昌跟谢长廷 两个在拼民进党总统出选的时候 最后苏贞昌登了一个广告 那文记的每一个字的准确性 我掌握不住 但是大一代就这样子 他说长廷兄 这个再多的谎话 掩饰不了你犯错的事实 大概是这样子 大概是这样的意思 我想把这句话送给今天的民进党 在操作这个林北好友 自操自措的这个段落 不管林北好友怎么解释 社会并不赞成他这样的做法 但是社会对于他所暴露出来的资料 基本上是肯定的 因为到现在为止 民进党包含政府机关在内 没有人有能力去否定 他所提的资料的事实 你有本质就说你收错了 你收错了又自导自演 那就该死 他收的是对的 那这一个呢 流出去的鸡蛋 到底以前 我觉得查一查 只是做一个交代 因为该进肚子的都全部进肚子了 多久了 假如现在还可以查到 那个还没有进肚子的蛋 你还敢买 那已经有多久了 所以存在的你不敢买 不存在的你已经吃下去 这是什么样的烂政府 我们今天讲个坦白话 连一颗蛋 连一颗蛋 两年都解决不了 这个政府你还对他有信心 跟这个软 软软就冲不过关 这种的政务 如果没落台 你不觉得我们自己 奏剑自己 我们自己看不起自己 我们自己把这张票 自己把他丢到垃圾坑里面去了 是不一样的道理 不管你今天是哪一个党 请你想一想 这样子的政党 不管你怎么支持 贵而你对他怎么始终 你觉得支持他 还有是非可言吗 所以台湾呢 现在流行的一段话 蛮有完嘛 台湾的危机就是民进党的商机 台湾切什么 他们就赚什么 我们切电 他们赚利电 不是啊 我们切蛋 他们搞莫名其妙的蛋 来二赚一笔 我们切疫苗 他把疫苗给挡着 然后搞个高端 也是二赚一笔 结果高端呢 高端的股价 不管有多高多低 至少你看高端 首先不出来的财报就晓得 没有了高端疫苗以后 他的财报是很难看待 现在又搞出了一个 要我们去打的疫苗 有没有 那也是很恶劣 所以你可以看到 切疫苗 跑了一个高端 切快筛 跑了一个小池店 我想这样子 台湾的危机 台湾人民的危机 变成他们的商机 不是五百万的问题 是两千三百万 被羞辱的问题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王美华部长今天说 还要再资助台电 一千亿元 不是啊 可是绿员都在大赚绿电材 怎么又要淘老百姓纳税钱 来帮助台电抵抗通膨 这两年三千亿 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可恶 也非常离谱的事情 民进党过去这七年多 从头到尾 他们都不敢讲一句话 就是他们不敢直视 面对错误的能源政策 因为错误能源政策 造成民众 这个整个发电的成本大增 以及民众 要拿人民的纳税钱 来去补贴台电 所以两年三千亿 这两年三千亿 你以为是从民进党政府 口袋里面拿出 不对 那也是我们人民的纳税钱 我先讲 为什么补贴这个政策 其实根根本本 如果长远来讲 觉得是不好的 为什么 因为它就是不当地干预 整个市场的机制 当你没有反映到 实际的这个发电成本 而你是拿人民纳税钱 来去补贴的时候 某种程度上 你只是让掩盖 这样的一个事实的真相 文字竟有什么